大众和丰田谁的质量更好一点 谁更值得购买 有粉丝朋友希望小区讲讲这两个品牌 说你们经常修车肯定知道谁的质量更好 那么我长话短说 如果说在10万块钱以下的车型 我觉得两个车企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是自然吸气 然后配个AT或者是CVT 这两家车企基础实力也都差不多 也没啥可坏的 这些车咱们就不讲了 你们怎么选就看你们对什么外观 内饰这些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 重点咱们说说10万块钱以上的大众和丰田 在10万块钱以上的车型 我觉得丰田的质量要好过于大众 先声明一点 我们自己家里面就开有大众旗下的捷达VS5 所以说我并不偏谈大众 我也不偏谈丰田实事求是的讲 为什么我说10万块钱以上的车 丰田质量要好一点 因为在10万块钱以上 大众和丰田其实不太对等 你拿他们两个车来对比质量的话 怎么比大众都要输 因为在这个级别以上 大众车偏激进一点 然后各方面平衡做得好一点 丰田车偏保守一点 偏舒适一点 举个例子就拿20万左右的麦腾和凯米瑞对比 你要去把这两个车拿来对比质量 完全就不太公平 首先来说它条件不对等 你看麦腾多么激进 提速还是可以比较快的 但是凯米瑞呢2.0的自吸 说白了你去和2.0替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比质量 你觉得用到最后 谁的耐用性更好一点呢 毋庸置疑肯定是丰田的2.0自然吸气 所以说在十几万 二十万以上的车型 大众和丰田你去对比质量 真的没法对比可以说是 你说你拿个老款的丰田和老款的本田 大家都是自然吸气的 对吧 条件都对等 那你去对比质量 完全OK 所以说我告诫很多朋友 如果说你们要在大众和丰田之间做个选择 就像很多朋友一样 来不来买个车 就说这个车质量怎么样 如果说你不考虑其他的 你只关心这个车质量好不好 那么你就选丰田呗 你不可能说又要跑得快 然后又要省油 还想要他耐用质量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经常跟很多朋友讲了 你说咱们买个十万块钱的车 对吧 咱们追求质量 那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 但是你们买三十万的车 买五十万的车 其实更多的要看这个产品 他值不值五十万 如果说一个产品 他不值五十万块钱 那么他造的再耐用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奔驰宝马奥迪 对吧 他在几十万的车里面 你以为他质量好吗 他好不了哪里去 但是为什么人家卖的最好 因为他各方面都比较平衡 那你说你看啊 像雷克萨斯 我觉得雷克萨斯的质量 确实是可以 但是为什么他卖不动呢 还是处于二线豪华呢 那是因为在几十万的级别啊 确实你不能光去考虑质量呀 是不是 好 以上这些啊 就是小区自己的看法啊 至于怎么选择 就看大家自己的想法了 好吧 觉得小区说的客观的朋友 记得帮小区点个赞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小区创作的动力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